人生不过是一场梦之游戏 在学业中把涉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生活总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游戏里也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场景 生活有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 但也不一定活得那么的差 遇到任何的状态 总有一天会像梦一样的被遗忘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 也不必太忧虑未来 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 当经历了更多的事情后 眼前的风景 已经和从前不再一样了 一切都是一场梦之游戏 或者是一场梦之游戏 人生不过的东西 等下 在一场梦之游戏 我是阻力啊 我刚才能不能再一项